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 这条新闻真的是让我不忍直视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一名中国女留学生 2016年8月在英国 被外国男友暴打致死 该案于本月的6号 开庭举行了听证会 有报道说 她的父亲是中国的 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女孩家境优渥 详细的引荒究竟是什么 恭请周一告诉她 好的 夏蕾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去年的8月份 一名叫毕希希的中国女留学生 被其英国男友约旦马修斯 殴打致死 本月的6号 当地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个案件 约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称之所以对女友施暴 是因为看到她的手机上 有另外一个男人的信息 据法庭透露 约旦是一名空手到黑弹选手 有暴力倾向 据悉案发当天 毕希希脸部有多处于轻 晚上约旦将毕希希从火车站接回家 两人就发生了口诀 拳脚相向 约旦共认毕希希睡着之后 他继续殴打他 直到他停止了呼吸 目前毕希希的男友约旦 正在接受英国加利夫刑事法庭的审理 约旦承认了过失杀人 但是他否认谋杀 审理过程将会持续三周的时间 英国检方介绍被害女留学生 毕希希出生于南京 今年24岁 按照英国媒体的报道 他才华横溢 会四国语言 在15岁的时候就来到了牛津求学 随后又前往加迪夫大学 攻读国际商务硕士学位 这一条新闻很快就引发了 国内网友的关注 昨天有网友爆料说 毕希希是宇润集团前总裁 毕国祥的女儿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毕国祥曾任宇润集团执行董事 兼首席执行官职务 并于2007年辞去该职务之后 又任江苏润恒物流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